面对酝酿中的夺权风暴 全力岌岌可危的沙巴州首长 拿督斯里哈芝芝诺 今天下午就前往亚币的 斯里金纳巴鲁州元首府 拜见州元首敦祖哈 双方会谈将近一个小时 虽然哈芝芝诺离开时没有发言 不过沙州政府通讯秘书 拿督阿杜拉西证实 所有的州议员将逐一入宫 进见州元首以表态 本身支持谁担任沙巴首长 根据在场的媒体观察 哈芝芝诺的车队是在下午4点22分 进入州元首府 接着在下午5点20分离开 哈芝芝诺离去前还摇下车窗招手 向媒体微笑致意 新报则是引述来自沙民盟的消息 宣称州元首已经是要求全体州议员 存交法定宣誓书 确认谁才是他们支持的州首长 据了解在下星期二召开的沙巴州议会上 哈芝芝诺很可能被要求出示证明 展现他至少获得40名议员的支持 达到继续执政的门槛 出席了继续执政的从难 tone girlsason